马亚掌 为什么层次越低的人越固执 让你告诉警力的青蛙 外面的蓝天很大 他会相信吗 不信 那你的启发是什么 不要告诉一个人 他知道范围之外的事 你告诉他他也不相信 其实是这样的 认知层次越低的人 他知道的越少 他知道的越少 他的想法就越简单 所以知道越少的人 他相信的就越多 就越难改变 但是人最大的悲哀 就是在低层次上 过早的形成了一个逻辑闭环 他就始终看不到 逻辑闭环之外的逻辑 所以就不愿意重新 去勾建更大的认知边界 还有很多人 他不是醒不来 而是不敢醒 因为他没法接受 他自己一生的价值观 和希望的幻灭 特别是那些 活在谎言里的人 是最不容易接受真相 承认了你说的真相 就等于承认了自己的愚蠢 所以在现实中 你会常常发现 那些拒绝真相的人 以此证明之机 不是那么愚蠢 另外呢 对利益既得者来说 动他们的利益 如同动他们的生命 对底层的人来说 动他们的观念 如同挖他们的祖坟 而且他们还不知道 他们底层的观念 正是别人利益的来源 有一句话是这么说的 聪明的人呢 看历史就能醒悟 善良的人呢 接受到真实的信息 就能醒悟 物资的人要经历灾难与削泪 才能醒悟 愚昧的人 自杀也未必能醒悟 志中云也曾经说过 你不要妄想用高层次的认知 启蒙低层次的存货 因为你发的圈子 他根本看不懂 看懂了 也不会关心 甚至会反感和排斥 你要记住 改变是一件痛苦的过程 因为这首先需要 否定自己过去的认知 然后接受一个新的认知 这等于让自己 重新脱胎换骨一次